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节宏观经济的均衡分析 从大纲来讲对考试教求 第三节相对来讲内容比较少 特别是我们有了前面需求和供给 以及需求供给达成市场均衡的基础之后 我们在看究宏观经济均衡分析的时候 就相对来讲简单一些 首先来看一下社会总需求 社会总供给的含义 所谓的社会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 由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 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的这种主量 就叫做社会主需求 那么需求来讲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国内需求 国内需求包括政府需求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三部分 然后以及国外需求 特别是国内需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 注意一个组合的选择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的总供给 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 由社会生产活动实际可以提供给市场的 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的总量 那么最终能够提供使用的这种产品和劳务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 就是国民生产种植或者是国内生产种植 这两个都可以 然后呢 作为其货币的这种表现形式 那么社会的总供给呢 包括两部分 由国内生产活动所提供的产品和主持劳务 由国外提供的产品和劳务 那么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一种输入 那么我们来看到例题 关于社会总供给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总供给曲线描述的是 总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 没有问题 决定总供给的基本因素是价格和成本 C 企业的预期也是影响总供给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最后一个G 总供给曲线总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总供给曲线呢 也分为短期和长期的 所以呢 它并不是完完全选 总是向右上方倾斜 虽然我们在谈到总供给 一般的总供给曲线的时候 它是向上倾斜的 但总供给曲线并不是总是这样 所以选择第四个G 那么注意呢 总供给呢 分为长期的和短期的 长期呢 注意是一个和横轴相交的水平线 那么在短期的中供给曲线 那是和我们之前在第一节所谈到的 供给曲线是一样的 是向右上方倾斜 注意这是短期的 那么长期的它就是一个水平线 所以这个第四个选项是错误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考点 就是宏观经济均衡的基本原理 所谓的宏观经济均衡呢 那就意味着社会的总需求和属负 在总量和结构之间的一个相对的 基本平衡 那么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基本目标呢 就是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 这和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在后面谈到基本分析中的宏观经济的目标的时候 也是有下面的这四个 这是一样的 那么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 反映个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 那么一国的宏观经济均衡呢 就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内部的均衡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外部的均衡 那么所谓内部均衡呢 是指国内的经济出现 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的局面 当然我们后面再谈到基本面分析的时候 想要做到内部均衡 这是很难的 也就意味着宏观经济的 最终的这四个发展目标 不可能四项都完全同时达到 比如说你要实现充分就业 经济又增长 那么你物价就很难稳定 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那么物价呢 多少会上涨 会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那么外部的均衡呢 主要是指一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出口和进口之间的 先应的一个基本的平衡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 同时达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 经济就处于宏观经济的 全面均衡状态 那么这种全面均衡状态呢 也是一种理想状态 它也是宏观经济均衡的一个 各国发展的目标 但是呢我们前面谈到过 内部均衡呢 都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充分就业 经济上物价稳定 不可能同时间达到 另外呢 外部均衡 基本的收支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也难做到 比如说我们国家 外部就不均衡 因为我们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外汇储备国 那么当然呢 虽然是一方面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世界第一 但是呢 由于它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这种状态 所以导致呢 长期大量的这种外汇的这种顺差 也使得相应的这个对经济呢 有一定的冲击 比如说这个外汇占款 它的相应的这种负面这种效应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是谈到一个均衡的概念 相应来讲 相对这种国际收支 对经济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在基本上分析的当中 还会去继续探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相应的平衡的这个图表 那么在下面这个图当中 注意AD D呢表示的是需求 那么AD呢就是总需求曲线 那么AS S表示供给 AS呢就表示总供给曲线 注意一般来讲 这个总供给曲线呢 稍微的是向上倾斜 那么上上倾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它可能就是倾斜的角度就比较高 也表明整个总供给的能力 它会有一个平静 比如说这两条曲线相交 那么得到一个均衡点 E0 那么均衡点呢 相应的这个产量 YF就是一个均衡产量 这个时候整个宏观经济 达到一个比较影响的状态 总供给和总需求 相对来讲平衡 那么第三个考点呢 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所谓产品市场的均衡呢 是指产品市场 让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 在两部门经济 既有产品又有市场 的这种经济体系当中 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 就是总需求等于总供给 这一边的总需求呢 其实就是投资的 总供给呢就是销售 也就是用I和等于S 用I和S来表示 I表示投资 S表示储蓄 因为你有投资的需求 所以造成了对这种产品的 一些相应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 供给来源于储蓄 所以呢 如果用重轴表示利率 横轴表示收入 收入的话 可以得到一个收入和利率 时间相互关系的曲线 那么这条曲线 我们把它称之为IS曲线 IS曲线呢 描述的就是产品市场和达到均衡的时候 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变动的 这样一条曲线 主要是IS曲线 它本身的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后面呢 还会谈到这个货币市场 这是前面的产品市场的均衡 另外呢就是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货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呢 在均衡决定了利率 货币的供给量呢 注意它是由货币当局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像产品市场里面那样 它的供给量直接由各国的央行 去控制整个货币的供应量 所以货币市场的均衡呢 它只能通过对货币的需求调节 去相应的来实现 那么我们用LM曲线来描述货币市场 达到均衡状态时 收入和利率关系的曲线 所以注意IS和LM这两个曲线的含义 IS曲线呢是产品市场达到均衡 使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 反向关系的变动的曲线 那么LM曲线 也就是货币市场均衡的一种曲线 描述的是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 收入和利率之间的关系的曲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例题 如果货币的供给减少 对利率收入消费和投资产生的影响 可能是哪些 因为这些影响呢是间接的影响 首先货币的供给量减少 如果货币的供给量减少的话 相对来讲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那么利率是什么呢 利率是使用货币的代价 如果货币的供给量减少 相对来讲你再去使用 同样数量的货币的时候 比如说银行的贷款 那么相应来讲 各个家企业都要去到银行去贷款 但是银行没有那么多的钱 可以往外贷 因为货币的主供给减少了 这个时候使用货币的资金的成本 就会上升 那反映起来 反映在表面上呢 就是利率的上升 那么市场利率在上升 那么C和D呢就是错误了 那么你利率上升之后呢 同样的相对来讲 国民收入和利率是反向关系 利率上升之后收入减少 收入减少了呢 你消费呢也在减少 我们有那么多钱 相应来讲投资额呢也会减少 所以呢 这个呢是 可能影响的这种结果 就是利率上升 收入和消费减少 并且投资也在减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就是ISLM模型 IS呢 我们前面谈到过 是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的 收入和利率反向关系的曲线 LM呢 是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 收入和利率时间的关系的曲线 所以ISLM模型呢 也叫做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模型 注意这个要求的是掌握 那么这个模型呢 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 一般聚红模型 通过两个市场的均衡关系 以及相应的相互作用 得到两个市场同时达到 均衡状态时 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 因为每一个市场 每一个单独的模型 描写的是国民收入和利率 之间的关系 那么两条曲线相交 就会得到一个均衡点 最早呢 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西克斯 西克斯提出来的 那么1948年的美国经济学家 汉申呢 也对这个模型出了相应的解释 所以这个模型又叫做 西克斯汉申模型 通常呢 也叫做修正的凯恩斯模型 它也是在凯恩斯模型 基础之上去提出来的 这是对整个ISLM模型 本身的一种提出 以及它的一些相应的概念的一些把握 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那么它的核心 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那么凯恩斯属于的全部理论和分析 政策的分析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模型 所展开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ISLM模型 当两条曲线 IS是一条曲线 是吧 LM是一条曲线 这两条曲线相交 这就和我们前面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是很类似的 它会有一个交点 这个交点呢 相较于一点 就是在一点的时候 同时出实现了两个市场的均衡 那么IS这个曲线 这个市场 产品市场这个曲线呢 和我们这个需求曲线 是很相像的 那么LM市场 货币市场 它这条曲线就和我们的供给曲线 是类似的 所以这两者也会有一个交点 决定了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 那么我们的这个横轴是收入 其实在我们第一节当中 供给和需求当中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供给需求里面的数量 那么这个重轴呢 就是这个利率 相当于我们供给和需求曲线 均衡 市场均衡史的这个价格 其实利率本身就是一个价格 价格的另外一种表示形式 所以这个相应的这个均衡的这种体现模型 你在学习完微观经济学当中 以后呢 再去看它宏观经济学的时候 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可贷资金市场 外汇市场均衡 以及可贷资金市场 与外汇市场的同时均衡 首先来看一下可贷资金市场 它是指想借钱投资的人 能够借贷资金 想储蓄的人能够提供资金的 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投资是可贷资金需求的来源 那么只有想投资 我才有对资金的一种需求 比如说我一个企业 我生产企业 我要把这个企业规模拨大 要建设新的厂房 那么没有钱 需要到银行里边去贷款 那么就产生了资金的需求 那么可贷资金的供给呢 又来自于国民储蓄 那么这部分钱是谁的 虽然是从银行做的贷款 但是银行并不是直接印的钱 银行能够提供的这部分贷款资金 它是来源于私人或者是公共的这种储蓄 我们的公共存款 之后转变成其中的一部分 转变成贷款 提供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一些人 所以这就是可贷资金市场 本身的理由概念 那么第二个就是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取限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利率是价格的一种表现性 它是什么的价格呢 使用资金的价格 或者是使用资金的成本 那么也就是贷款的价格 代表着贷款者从其储蓄或者放贷中得到的货币量 以及借款者要为借款支付的这种货币量 那么随着利率的上升 贷款者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息 那么可贷资金的供用量呢 就在增加 贷款的利率上升 那么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手里有资金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剩余者 他愿意把这个资金放到贷款市场上去 贷给资金的需求者 那么同时呢 借款者呢 又要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 那么可贷资金的这个需求量呢 又是减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啊 和产品的一般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本只是一回事 只不过是这个商品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钱啊 对于金钱的啊 这样一个供给和需求 那么可贷资金的供给曲线 向右上方去兴起 那么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呢 向右下方去兴起 那么同样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相应的一个循环点 那么和我们的供给和需求的曲线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指过是这个价格转换成的利率啊 那么数量呢 是这个资金的相应的这种可贷资金的这个数量 那么可贷资金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时候 就得到了一个均衡点 就决定了均衡利率和均衡的货币量啊 那么利率的调整会使可贷资金的需求和供给 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利率的调节这么重要 它可以反映是可贷资金需求和供给的一个均衡情况 假如这个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先应的不平衡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央行就会去进行相应的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去进行利率的调整 那么如果是一个市场化改革 整个这个市场这个利率是由供需双方决定的 那么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的 也叫做利率的就是市场化改革 比如说上海的同业的拆卸利率啊 这个Sieber 现在也是正在着力培育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先应的也想可在资金市场需求和供给达到一个均衡的情况 另外呢 一个就是外汇市场的均衡啊 外汇市场的均衡呢 它等于资本的净出口啊 也就NCO代表着资金资本的进口出啊 我们也用这个NX表示净出口 净出口呢就等于出口险去进口 剩余的那部分 那么在开放的经济模型当中 假设这个横等式两边呢 代表着外汇市场的这种双方 美元代表外币 那么等式右边呢 代表的是整个市场的需求方 等式的左边呢 代表着外汇市场的供给方 那么如果这左右两边相等 也表明整个这个市场达到一个均衡 那么外汇市场的这个供给和需求呢 又决定了这种均衡市场上这种真实的汇率 那么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时候 这个焦点就是真实的这种相应这种汇率的情况 比如说各个国家的这种汇率 那么在均衡的真实汇率时 为购买进出口而需求的这种美元的数量 正好等于购买外国资产而供给的这种美元数量 这么这也就得到一个均衡的数量 那么可贷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 两者也可以达到同时均衡 就类似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同时达到一个一般均衡的状态 那么左边是前面谈到的可贷资金市场 是吧 下面这个C图那就是前面谈到的外汇市场 这两者可以可以相相等的时候 就达到一个真实的利率 是吧 这里边也是真实的利率 注意这个地方应该是打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C图当中 是决定的是真实的汇率 那么上面这个图呢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主要是A和B这两个图 A和B 这是A图 这是B图 这是A图可贷资金市场 然后B图那是资本的进流出 那么在A图当中可贷资金市场需求和供给 决定的真实的利率 是吧 那么外汇市场当中 需求供给又决定的真实的汇率 所以这两个市场达到了相近的平衡 决定着国内的投资 国民的储蓄 性出口 以及资本的进流出 这四个方面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个这一章 主要考点这个讲解 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再见 感谢观看